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真的常常跟主求 说主啊 让我不是一个自私的人 我只看到我的需要 我只享受神的祝福 让我像安德烈一样 能够把有需要的人 好像那些希腊人 他们有一个需要 他们想认识耶稣 我能够把人领到神的面前来 求主是恩 但愿这两天 神也把一些你周围的人放在你的心中 你看见他们的需要 你知道他的问题 神也帮不了他 你也帮不了他 那么然后呢 可不可以把他带到神的面前 让这位全能的神成为他生命里面的帮助 当这一段经文介绍完了之后 耶稣说了一段蛮长的信息 这段蛮长的信息里面有很多 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 可是当耶稣要说这段信息的开头 他说了一段话 很多人不懂这段话是什么意思 我读给你听 好 耶稣说 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 人子得荣耀的时候 什么是荣耀呢 但是你如果拉回当时的时空 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是什么 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就是礼拜四晚上 他在最后晚餐之后到柯西玛尼园在那里被捕 连夜受审 第二天礼拜五早上 大约九点十点左右的时候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这怎么是荣耀呢 是 那就是耶稣的荣耀 耶稣的荣耀是什么 他知道他是为什么而来的 当他去做神要他做的事 天父上帝要他去做的事情的时候 那就是荣耀 弟兄姊妹 荣耀真的不是 比如说我很喜欢戏剧 我小时候常做梦说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在奥斯卡的颁奖等理上 说我得最佳导演 可以说我感谢上帝 这是荣耀神 如果那是上帝要你做的 你去做了 那真的就是荣耀神 如果那不是上帝要你做的 比如说我 那是我小时候的梦 可是到我三十四岁的时候 神呼召我进入教会成为一个传道人 然后我跟神说 神是神 我不要做传道人 我就是要去做导演 我要做导演 我就是导演 然后有一天我真的做导演 我很努力 我得奖了 我可以讲一些都要荣耀你 神说那不是我要你做的 什么是荣耀呢 上帝要的荣耀是什么 上帝要的有个对我来讲 是奥斯卡颁奖典礼上的那一句话 那是神的荣耀吗 上帝要的荣耀是 我们愿意顺服祂的旨意 去做祂要我们做的事 即便那不一定是我们想做的 但是你愿不愿意呢 我不知道你是谁 但是我感觉在我们中间有人 你也正在跟神拔河拉扯 你知道上帝要你做一些事 可是另外有一些你想要做的事 但是你愿不愿意为着主的缘故 顺服真的就是最大的祝福 而那个祝福是什么呢 是上帝因你的顺服可以得荣耀